今天我們會討論最後一課在microscope rule 2 中的 項目就是 去到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of bonding 在那些的bonding structure 在它們的property 中 即是說 究竟我學過的ionic bond covalent bond 那些metallic bond 學來有什麼用呢 用途在哪裏呢 這個位置就是把之前學過bonding 用途在unit 9 中 講完給大家聽 首先就講 其實不同的物質有不同的性質 舉個例 鹽有什麼性質呢 鹽呢 白色 有性質上 你要知道 property分兩組 一個physical property 和一個chemical property 我們最主要講physical property 在課裡面 鹽白色 cost 是什麼來的 culture 是石英 如果你打cost 你會找到 一些什麼來的 一些 水晶那類 很漂亮的水晶 很多人喜歡吵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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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是銅線 這裡有四個 這些物質其實有不同性質 例如鹽很鹹的 而且可以用來做礦物質 我們人體需要的 cost 是水晶用來看的 所以性質 和bonding 有什麼關係呢 這就是最主要做這件事 OK 說完了 世界上最主要有三種bonding ionic bond cobiling bond 和metallic bond 如果ionic bond 所有ionic bond 就有個相應的結構 去代表 就是giant ionic structure 它們全部giant 即是巨型的 所有ionic bond 其實一定是giant ionic structure 對嗎 它沒有其他例外 對嗎 它沒有其他例外 對嗎 就是這樣的 1粒 CL CL比較大 你看看 尺寸是28 8 CR負 200 多了層面2 所以綠色的粒 是代表CL 1粒CL是大負 NA大正的 所以其實呢 如果畫出來 它是正負正負正負 這樣 alternate 即是隔著這樣 負 正 負 正 負 正 正 但是一個面上 你可以看到 是每個角落頭 如果用正方圓體 是每個角落頭有負 中間有個負 而旁邊那些就是正 可以嗎 可以這樣看 那下面那層就調轉了 後面這些就正了 就是角落頭正 和中間正 旁邊那些就負 那你這樣排下去 很有規律 正負正負的 交換 這樣排 令到它很穩定 那 那NA其實 旁邊有幾個 CL呢 NA 這顆 就是紫色的 這顆 有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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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NA 是CL 最後就寫成這樣 可以嗎 這顆 這顆 結構 其實不是畫完 只是畫了其中一個 3 其實無限延伸下去 你看不到 最後 組合成 結構 就是一些鹽 靚靚仔仔的 色綠色 的鹽 但家裏被磨碎了 所以就白色 可以嗎 鹽就大概是這樣的 鹽 鹽的結構 是這樣的 但其他Ionic Combine 可能有其他結構 例如 C-San Chloride C-San Chloride 是 C-S CL 結構 類似這樣的 一個 一個 CL 這些位 這些大正的 大負的 大負負的 都是這樣排 但是這個排得 比較鬆 這個第二個 C-San Chloride 我已經有DX考過 2013年考慮 你畫這個 畫這個 那你怎麼畫呢 沒辦法 你也要畫 每一個位 面 每一個面 就有2 4 9個 這個面 就有4個 這個面 就有9個 這個面 這樣排下去 可以嗎 這個都可以留意 好 那 如果 鞋子怎麼看到 這個圖案呢 我們可以透過 X-ray Crystal 去看到 一些 結構 C-San Chloride 怎樣 它形成 其實 是很美 的 這個 是用一個 物理的角度去看 那我們不說了 那些粉 那些粉 大家可以看到 結構 都是一個正方形的 OK 這樣 好 帥 好 那 Aonic Company Aonic Company 是怎樣的呢 Aonic Company 有什麼特別的性質 那我用什麼例子呢 可以用一些叫做 究竟Aonic Company 有什麼性質呢 那你可以用一支粉筆 或者用一塊石頭 如果用一塊石頭 或者用一塊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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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塊石頭 你撕它 它會很容易碎 是吧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性質 那第二 其實呢 如果你看它 我們用一些 加熱的Temperature 你會看到 Melting Point 其實幾百度 最少都八百度 七百度 不過很高 是吧 很高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為什麼Aluminium 這個高一點呢 其實我都講過 二千多度 高很多 其實Aluminium 它和Ionic Bond Strain 有關的 三正的 三正和O 是2-的 它的Charge 越大 它的Bonding 越強 所以它的Bonding 應該Bonding 也越高 可以嗎 那你會看到 大概呢 它全部都是Solid Ionic Company 有沒有例外呢 其實應該沒有 我找不到Aonic Company 不是Solid的 你找到它跟我說 我都想知道 哪些 那 全部都是固體來的 Aonic Company OK 都是很厲害 它融不融了水呢 有些融有些不融的 對不對 那大部分都是 有融有不融的 這樣 渡不渡電呢 它呢 在兩個情況下渡電的 第一 它是有Multant State 第二個 Dissolved Water 產生Solution 的時候 完成了 鹽所以導不導電呢 就是導電的 那為什麼導電呢 我講過給你聽的 因為呢 導電有大電的粒子 動動 那為什麼有動動呢 因為它裡面有Ion 那個Ion 不是普通的Ion 叫Mobile Ion 有Mobile Ion 就導電了 OK 那這性質呢 我們會逐個逐個解釋 那為什麼它的Milding Point Milding Point 那麼高呢 那其實一句解釋到 為什麼它們都很硬的 OK 其實呢 是有個Strong的 你只要講的 因為硬的原因 是因為Strong 的Ion Bond 它Milding Point 原因都是 因為Milding Point Bond很高的原因 都是因為有Strong的Ion Bond 它的Bond很強 黏得很實 你要用很高的Energy 先可以可以踩他的他的硬 所以如果有Strong的Roy 這個環な極能 就在解釋 究竟它的Milding Point 搞定能 telling 它為什麼它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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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想 因為它沒有Ion 這個已經講了 OK 那麼你再說去 再多一點點 本身是會講的 它很硬 硬得來是易碎 BGτίvable解危碎 這全部就要逐個解釋 HIND worked 和MING Point 亦已經講了 它有些溶了水,而且它倒电,在两个状态 普通固体的氧纳是没有倒电的,盐的固体没有水是不会倒电的 因为没有摩托牌 Harlis为什么这么硬呢? 这个Harlis是重点 它硬的原因 硬的原因 因为这里写,Motion of iron 有一个强烈的氧纳 Between iron 这个要重点 为什么这么容易碎 硬的原因 这个很有趣 因为刚才说了一个固体 所以我说的重点就是 固体和缘定是在解释性 这个结构 这个缘定呢 是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用途呢? 是用来解释性 性质 为什么这支粉笔 拿着它这么容易碎的呢? 原来跟结构有关 跟中间的Ionic Point有关 Ionic Point有关 是正负正负正负的 结构是什么呢? 是很巨型的结构 正负正负得来很巨型 当你打它的时候 它移位 在这个层面之间 就会摔倒 当你移位之后 因为 Repulsion 正负之间 正负负 正负负就有 斥力 就把两个字 弹开了 令到它的东西容易碎 OK? 知道了 那怎么写呢? 这里就写了 你看这句 自己回家 就是七纳不几度 Bitterness 是一个 typical 的 Poverty Ionic Point Ionic Point一定有这个 一定二岁的 通常 它说 当一个力 external force apply的时候 Layer of iron 就move relatively to each other 或者slide 它这个Layer 会移动 然后这句 The same charge coast each other 最后 result in repulsion Between iron 对不对? 这个就解释了 为何二岁 我好像也会问你 为何它这么硬 硬的原因 是一分 就是一分 为何二岁 为何二岁呢? 使用弹势之后 Layer之间会移动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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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的排斥 可以吗? 考试与考 你会解释 为何这么高 Many Point 很简单 都是一句 硬的 硬的硬银 当高的硬银 硬的硬的硬银 硬的硬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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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厉害就越难扯 硬的盘子很强,所以很难扯开 很难扯开的时候 它的硬的盘子就很高了 所以重点是高厉害 硬的盘子也是 所以要融它 用几千度的 2800度 很难融 融解度 原来是水 水很有趣,水会把硬的盘子 把硬的盘子弄 把硬的盘子弄 融不融就是看它的引力 引力的大小 如果它够强 拉得开 硬的盘子就会融 可以,拉得开就融 很多硬的盘子都会融 用了水 如何融呢? 因为水分子 带有吸引力 这些吸引力 会吸引着硬的盘子 对不对? 这些吸引力 就会把硬的盘子 把硬的盘子弄回来 好像矮的盘子 有多少个水分子 黏着硬的盘子 所以会把硬的盘子弄回来 这个过程就是 硬的盘子 不够强 而水分子 可以破坏了硬的盘子 使它融在水里 对 围住它,使它稳定 对 硬的盘子弄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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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因为它是毛髻磷 对不对? 怎样? 故事的时候 物质化料物不会倒电 水分子 使有磁子动动,有磁子动动 所以倒电 Moltan的时候也倒电 这个有水,这个没有水 两个没有分别,因为大家都有没有磁子 知道吗? 好了,这些题目呢,你自己做了 那我改完了,我硬了这个酵盘 OK? 那现在下去呢,讲Giant Covalent Structure Giant Covalent Compound分两个酵盘 Covallent Compound分两个酵盘 第一个叫巨型的Covallent Compound Giant Covalent Structure通常有四个 接五个,我们讲五个 Diamond,Graphy Diamond,Graphy,我有个名字 因为两个都有卡氛组成的 这个元素来的 那我们有个名字 两种物质都有同一个元素组成 但是它有不同的结构呢 我们有什么叫Arrotol Arrotol意思就是 同素预形体 相同的元素,但是不同的形状 有什么样的呢? 其实是Diamond,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真的要懂画 怎么画呢? 重点,一粒 一粒 一粒 我要画三层的 一层 两层 在这里就可以了 一粒,黏四粒 这个黏四粒 一粒,黏四粒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行不行? Diamond Structure是很结构的 它有没有模拟是没有的 模拟通常是CO2那样 三粒atom组成的 但是不是 这个C是无限的 那么多粒组成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所以这个carbon atom 是不当一个模拟去看的 行不行? 这个Sucker 这些Sucker有什么特别呢? 鑽石是很硬的 为什么很硬呢? 反过来就问你 Matican point 波的波的波是否很高呢? 因为有强硬的波 波很强啊 这个波很强呢 这个是重点 对不对 解释着呢 为什么很硬 为什么 转成呢 很硬的原因 图片呢 如果在一个 因素体里面看到这样的结构 为什么呢? 你看到呢 这里 一层和一层之间 有些空隙的 看到吗? 这个呢 是告诉你什么意思 原来很有趣的 这块石墨真是资源笔 你看看 它是黑色的 它是写到的 为什么写到呢? 它就将一层的电 atom 写到一张字里 对不对? 画到一张字里 所以它有两个特徵 第一个 Graphy 它 很亮 很shiny 还有Carbon之间 这个Carbon 这个Carbon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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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n来的 四粒 也记得了 它用了三粒 和其料的Carbon 它还有每个atom 就有一粒在这里 你看看这些 这些每一粒 一粒就在这个 做delocalize 到处走 所以所有Graphy 是导电的 Graphy导电的原因 是因为有delocalize Graphy 这个一定要知道 后面会讲的 是因为有delocalize 因为有delocalize 这个可以记得 好 有问题 而且Graphy有第二个特徵 它其实 是很软的 很圆的 怎样很圆呢 因为你看到 这个层红 它有层在的结构 这个叫layer layers 这个Graphy 有个 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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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dalal forces Wall是个名字 所以用大家 评论 什么叫vandal forces 就是一个引力 这个 forces 很弱的 层红层之间 不是covillain bond 不是metall bond 不是unit bond 是一个弱的人力 between there 这个引力弱的时候 当你写到纸里 就很容易掉下来 圆笔同样子 可以圆笔同样子 可以圆笔同样子 好 这是圆笔的特徵 还有什么特徵呢 这个特徵呢 Graphy很弱 那个 那个boiling point 很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将这些东西 写到纸里 还是固体 你怎么才能使用呢 你要拆下这个键 这个键的拆 其实是比 Diamond更加难的 这个是3000多度 这个boiling point 更高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strong 都是一样 有strong covillain bond between carbons OK 好了 另外一个 是 刚才说了两个 第三个 把键钢打了 石鹰 石鹰就是这样的 一个 如果写出来 是si 02 一个si 你看中间这个si 白色si 它黏了多少个o呢 是4个o 一个o红色 黏了多少个si是两个 所以比例是 2 1个si 1个si 4个o 1个o 2个si 是2比1 对吧 所以呢 si 跟o比较 1个si 4个o 就是o多些 所以o 是要2 而si 就要1 所以2比1 所以写成sio2 而这个键钢 不像卡片打了 sio2可能有很多人写 sio2这样写的 其实是错的 行不行 sio2不是这样写的 不是全部写的 是以一个 Dry-Coin 写的 所以这些结构呢 这些特质有什么特别呢 Boyant Point Many Point很高 行不行 还有呢 它那个 不导电 有没有Delocal Electron 这些性质 好了 又写了 这些有什么特别呢 很硬的 很硬的 为什么呢 写下了 这个是硬的 弱的 为什么这个硬的呢 这些就是弱的弱的弱的弱 但是呢 因为呢 有一个弱的弱的弱 可以寫在旁邊嗎? 可以嗎? 好,那為什麼他們那個 波動點都這麼高呢? 為什麼波動點這麼高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解釋 溶不溶水啊?不溶的 為什麼?都是很強的 它按不到電啊?這個 不到電 這個不到電,原因是因為什麼? 沒有電動 沒有電動 沒有大電粒子的觸動,所以不到電 OK 它這個 它為什麼導電啊? 因為它有 剛剛說過了 因為它有 因為它有 Deload, Colize, Electron 可以做電 OK,這個解釋完了 這個要定義式的,考試要考 還有一個 其實這個 這個還漏了一個 Silicon 的結構 其實呢 是 跟Daiwan結構一樣的 可以嗎?都是這個 還有一個 叫波納納納納納納的 好像 Graphic的 OK? DiC是考過的 我幫Daiwan Bn 到時候考的時候 你還要留意 OK? 這些設計 大概就是這樣 OK? 考試會畫的 我查錯了 到時候 你自己停了 例如這個位置 你會畫 如果叫Graphic 要畫六個型 六個型 畫兩層就可以了 一層兩個 一層三個 那我就會接受 考試會畫的 雖然打到時 會比較難畫 但都應該畫到 OK? 好 它這個很硬 Galmary Point Insoluble Water 叫你解釋 為什麼這麼硬呢? 重要的字 OK? 這個字 要你懂的 Abrasive 無料 什麼用來做無料? 是很硬的 用來做無料切割 簡單說 很硬 為什麼這麼硬呢? Key Point 都是一樣 一定要說一樣 所有的題目 這個highlight 請大家 所有這些題目 必須要回答 它有什麼 什麼Bn 可以嗎? 例如 Arony Point Company 為什麼Bn Many Point Company 一定是大 Giant的Ionic Structure 有強的Ionic 而這個 為什麼這麼硬呢? 原來是因為 有Giant Coven Structure 它有一個 強的Coven 可以嗎? Diamond 為什麼這麼硬呢? 都是一樣 可以切割東西 可以嗎? 好了 Many Point Company 這麼高呢? 都是一樣 都是因為強 OK? 都是一樣 要說回這個 所以重點就是這裡 重點就是這裡 然後再顯示一下 什麼 枇材 什麼 格 什麼 什麼 這個 它有很多 熱 可以嗎? 這些 用不大的水 不會用 為什麼不用呢? 也是一樣 Giant Covening Structure 有个强强的缺币 可以吗? 没有电,为什么? 因为没有电脑,没有电脑或电脑 没有电脑或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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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些都显示了,还好 有什么用途? Graphi的用途是很多 用来做涼槽 用来做圆筆 用来做其他东西 因为很圆 用来做圆筆 可以知道 导电,可以做电芯 这个要认识 这个是铁钢 就是这样 这个是氧氧 因为氧氧是6粒 它粘两粒 所以只有2粒 所以只有2粒 铁钢 结构大概是这样 好了,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组织 2个组织要认 简单 有99%的 铁钢 除了上面提及之外 其他全部是氧氧 和氧氧 全部是NH3 它是铁钢 N和H 铁钢 我们要知道 其实这些氧氧是铁钢 但是整个组织 和其他组织 之间 有一个简单的 很简单的分子 没有特别的要求 之间有一个叫做 它是铁钢 就是铁钢 就是铁钢 铁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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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全部都是 简单的组织 有什么特征呢? 很明显 铁钢 铁钢 之间有一个 弱的 弱的 引力 弱的 一定要学习 100% 可以吗? 模里桥和模里桥之间的引力 叫做 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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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引力很弱 很弱的 很弱的 弱的很容易弱 Boling棒很低 Melting棒很低 RT就是这样的 有固体的液体 它排成这样 但是两粒之间,这个玻璃很难解决,但是这个和这个之间拉开就很容易扯开的,所以这个玻璃的玻璃也很低 这就是简单的玻璃图的样子,它里面有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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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玻璃图的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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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大街的,不過是一個人名 有一個Week Renovance Between 通常寫了Between Molecules 因為是Molecular Structure 第二個題目是 要提到兩件事 第二件事 應該是第二件事 第一件事是先講結構 是一個 Simple Molecular Structure 然後有一個Week Renovance 所以它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這個Between Point 是很低 很容易 很少充實 多數個氣體 有機會是固體 都不多固體 溫度和很容易滾 這個一定要回答 這兩個項目一定有分 你記住它,背了它 不知道哪裡有 到時你寫下去就可以了 很軟 這些也不用說 Molecular Structure 很軟 很多Between Point 都不會導電的 除了Graphy之外 Graphy也不是這個 簡單的Molecular Structure 很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Week Adtracing Force 又是Rendor Forces 這個開示 為什麼Between Point 這麼低啊? 剛才說了 Week Adtracing Force 都是大家的引力很低 引力是什麼引力? 為什麼這麼容易揮發的呢? 全部都是Rendor Forces Rendor Forces Rendor Forces 通常都是Rendor Forces 它融入水 通常都是不融入水 因為它跟水之間的引力很厲害 它不能拆開 所以為什麼扔進水 通常都不融入水 很少會融入水 但是它融入有機用劑 但不會融入水 所以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很低 可以嗎? 所以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很低 可以嗎? 所以Molecular Structure之間 這個引力呢 當你這些Rendor Forces 例如Rendor Forces 這個Rendor Forces 這個為什麼融入水 這個就是Rendor Forces 大家兩個Rendor Forces 的東西混在一起 它就融到了 可以嗎? 明白嗎? 為什麼這個融呢? 因為大家都是Rendor Forces 都是混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就會混合 讓大家可以融到 OK 但是反過來 如果這個水的引力很厲害 這個引力很弱的時候 這個引力很近 這個引力很遠的時候 它就很難把東西 插在中間 黏在中間 很難 所以為什麼RD不用在水 它不會用在水 對不對? 因為RD 通過之間的引力很厲害 其實 而這個震力很弱 雖然大家都是Rendor Forces 但是這個還有 強多一點的引力 所以呢 它就混不到 RD跟它混在一起 因為大家的Rendor Forces 不一樣 它是有名的 我們可以寫在這裡 這個分子間的引力 也叫做 Inter-molecular Forces 如果大家的Rendor Forces 如果是同樣 大家的Rendor Forces 它就soluble 就用在水 對 而如果是Difference 差很遠 差很遠 它就 insoluble 這個也是重點的 可以嗎? 如果大家的Inter-molecular Forces 大家都Rendor War Forces 那大家可以用 如果大家的Rendor Forces 但Rendor Forces 比Metall Forces 更加強 所以大家 不是同樣的Rendor Forces 它就不融入 在一起了 這個概念 遲些會再說一次 但很重要 不做這些了 現在才可以做 最後 Metallic bond 講完Metallic bond Metall 只有Pi-Metallic bond 為什麼呢? 可以解釋 因為是Giant Metallic Structure 是Giant Metallic bond 用回Metallic 但是有一個特點 只是說一個特點而已 所有Metall 只有一個特點 它們的Density 那麼高 都是Giant 黏得緊一點 Metallic bond 都是Giant 的Metallic Structure 但是有一個特點 是導電 因為Delocalized 大致所有Metall都導電 最後一個特點 就是Mariable 和Ductal 要解釋 為什麼它這麼延展性 可以突扁 但是 Cupers是不可以的 因為正負正負 正負 就會排斥 為什麼Ductal 呢? 因為突完之後 為什麼這麼高 其實Metallic bond 記載在這裡 不會破壞 我可以等等 會說多一點 Density高 原因是為什麼 Metallic bond Metallic bond 為什麼會有強勁的Metallic bond 可以嗎? 為什麼導電 因為有Delocalized 這句 其他不重要 因為Delocalized 導電 Hekanative高 為什麼會有Delocalized 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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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個 為什麼它會有Mariable 有Mariability 和Ductility 這個 當你按摩的時候 它會變形 當你按摩的時候 它移了位 當你按摩的時候 它移了位 但是Metallic bond 也在這裡 而這個在這裡 Metallic bond 沒有正負 正正的排斥 所以Metallic bond 繼續會在這裡 所以導電 那怎麼寫呢? OK? 好,這裡 當你按摩的時候 這句 The layer 會斬亂 要插 Delocalized Electrons 是可以 freely to move 整體 Ions still held together in the new position Electrons 簡單說 這句 可以寫成 這句 去到這裡 可以寫成什麼 這句 Metallic bond Remain Like Good The Metallic 你可以插 它 Remain 它就沒有 Predo 或者 所以 它還有人 黏在一起 所以 它還可以 好像一張紙 那麼薄 然後穿過門 OK 可以嗎? 好像可以 如果我人 可以突扁 突扁之後 穿過門 再生牆 這個 這個 每個人都想變這個Superman OK? 但是不行 但是 唯有 Metall 獨有 好 其他應該差不多 OK 最後 Structure 和Physical Property 的關係 好 這個有個結構 第一樣 你看 Substances 是不是導電 導電 它只有 一定是Metal 或者是光牌 兩可能性 如果不是 它可能 導不導電 在Multant的時候 假如 如果在Multant的時候導電 它應該就是 Dry Ionic Structure 如果不導電 它很明顯是 Covinin Structure Covinin Structure 之後 它是不是有 Dry Covinin Structure 它是不是很高 Multant Point 如果是 它就是 Dry Covinin Structure 如果不是 它就是 Simple Molyne Structure 這個 也很重要 可以抄到不幾 是怎樣定定 物質 究竟不是 哪個 是 有四個 記得 Bonding有三個 Metallic Bond Covinin Bond Metallic Bond 而Covinin 分兩種 究竟是 Dry Covinin 還是 Simple Molyne Structure 可以嗎 有四個 好 那這個 就是一些例子 我們不做了 沒有時間 自己有時間做了 做完這裏 OK 應該 完了 我已經說完了 那就 Good luck to your exam OK 有什麼 再問我 吧